大家好啊 李春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春卷的做法 酥脆鲜香 一起来看看吧 准备一把洗净的韭菜 先把根部切掉 再给它切碎 装入盆中 在里面淋一些食用油 锁住韭菜的水分 这样加盐时防止韭菜出水 搅匀之后 放一边备用 接着在小碗里 打入三个鸡蛋 充分地把鸡蛋液搅散开 起锅烧油 油温微热的时候 倒入鸡蛋液 用筷子快速地把鸡蛋搅散 炒成鸡蛋碎 晃凉备用 这是我提前泡好的红薯粉条 切成小段 和韭菜晃一个盆里 倒入炒好的鸡蛋 加入盐 少来一点十三香 淋一些香油 韭菜本身就很鲜 这里也不用加太多的调味品 搅拌均匀 馅料就算调好了 今天不封面了 买了三块钱的馄饨皮 拿两张叠一起 将面皮擀大 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